大家好我是Ray Ma 今天和大家評測我手上的Sony全新真無線藍牙耳機WF-SP800N 累計早前和大家評測過旗艦頂尖定位的WF-1000X III 以及早前評測過主打是年輕比較潮流時尚的H88 以及比較入門定位同時有12mm大動圈單元Extrabase系列的XP700 這次是Sony新一代的藍牙耳機當中第四款 大家看數字就知道它比較定位接近旗艦的WF-1000X III 事實上也擁有同樣的6mm大動圈單元 支援主動降噪以及同級的藍牙晶片 也有完整完善的Headphones Connect App的操作 包括Sense Engine Adaptive Sound Control 以及觸控功能以及Ambient Sound Control的環境聲20度的調教 跟WF-1000X III不同的地方是主動降噪並沒有QN1E的晶片 它的主動降噪效果是留待等待跟大家試試的 同時它的6mm動圈單元 今次加了Extrabase的調音 在音樂取向上跟1000X III有點不同 也加了IP55的防塵防水 針對喜歡做運動的人士 更加Sporty 顏色上也有更多選擇 擁有橙色 藍色 白色 黑色 首先跟大家看看充電盒的外觀設計 首先這次耳機單一次充電可以在主動降噪下 持續用9小時 加上電池充電盒額外的一次充電 加上有18小時的續航力 關了ANC 更加能達到單次充電13小時 加上充電盒有26小時的充電 充電盒的設計會比上次H800 以及XB700更加多些零角線條 還有一定的大小 帶出街放褲袋的時候 加上這些零角線條 會比較硬 但設計上有一種像雕塑的設計 也蠻優雅 蠻藝術感 盒蓋這個位置一樣有LED提示燈 顯示你的耳機是否正在充電 而在後面又用了USB Type-C的插口 打開這個充電盒的時候 兩邊耳機都有LED提示燈 顯示它是否正在充電的狀況 然後拿出來也在每邊耳機有LR的顯示 這次的耳機本身設計也跟之前的類似Tri-Holt的設計 不過這次多了一個歐型的耳托 就是能夠放在耳朵上的時間 更加牢牢的緊扣你的耳窩 而戴上去的位置跟之前的Tri-Holt設計有點不同 這次是垂直的角度 還有它是更加細長的耳管 令到耳機戴上去耳朵的時間 它是更加深入了我的耳窩耳道裡面 剛剛好在這個耳骨位置是凹起了進去的 它就做到不會響著我的耳窩或者耳骨 這次其實它是更加深入我的耳道裡面 而且不會那麼響著 戴得真的舒服了 也更加不要說它是穩陣了 這次也用到觸控控制 而這次的操作指令終於加入了 可以用一邊去控制音量的加減 首先在左邊按一下就是增加音量 長按就是將音量降低 而再去Soli的Headphones Connect App裡面 其實是更加多不同的組合 去到System系統裡面再深入設定 就可以獨立針對左邊耳機和右邊耳機設定不同的操作 包括也可以用Playback Control 播放控制就可以按一下暫停和播放 按兩下下一首歌 按三下就回到前一首歌 長按就是Google Assistant的啟動 也懂得當一邊耳機拿下來的時候 自動暫停播放 放上耳朵就自動重新播放 另外這次也可以單邊使用 因為藍牙信號在手機傳到耳機 是左右聲道同步傳送的 當我把任何一邊耳機放進充電盒的時候 它仍然繼續在另一邊耳機播放 拿出來然後把另一邊耳機放進充電盒 它又懂得在這一邊繼續播放 而至於在Headphones Connect App的主板面 除了看到右邊耳機和充電盒成餘的電量 也看到Android手機也用到AAC的藍牙傳送Codec 都是高清的傳送 也在看片看電影的時間有低延時 都有對嘴的效果 而在主板面的Status看到Adaptive Sound Control 跟以往一樣的功能是它透過手機的Gyroscope 能夠感應到你現在做的活動 例如我持續走的時候 我就持續地動動 又或者我坐車的時候感應到我坐車 然後就在耳機上調節到不同的模式 選擇性地進行ANC主動降噪 或者放人聲放街的環境聲進來 而今次新增了的Location Based Adaptive Sound Control 針對你不同的地方 透過GPS在圖片裡面 例如我現在在家裡 我設定每次回到家裡 開啟了我的Ambient Sound Control 去到20度 以及Focus在人聲 當家裡人跟我溝通的時候 我就馬上聽到 每當我回到家裡的時候 它就自動開啟了這個模式 也可以再設定工作、工作的環境 每次回到辦公室 它就自動切換這個模式 當然如果你不喜歡音效 經常會跳一下跳一下的話 可以把智慧的Adaptive Sound Control關掉 而再去到Sound的版面 就會有Ambient Sound Control 放環境聲進來的控制 至於我現在在電視上播出一些街聲模擬 在市區走的時間 再試一下它的Ambient Sound 和ANC主動降噪的表現 首先它的Ambient Sound 放環境聲進來 我現在開到20度 沒有Focus on Voice 聽到外面的環境聲 以及人聲、車聲 市區持續的車聲和風聲 都自然和立體 跟我用真正自己的耳耳去聽 其實清晰度和聲音的自然度就差不多 它都很自然的環境聲 我再開Focus on Voice 我明顯聽到它的中高頻是尖了 但是背景的風聲和持續的低頻車聲 是少了 再關上Ambient Soundtoy ANC 我仍然會聽到一些中高頻的聲音 但是它的持續的風聲和低頻 基本上格格都差不多七七八八 車聲不太聽到 反而是一些膠袋聲 或者是一些金屬的碰撞聲 這些歌聲我仍然會聽到一些 而在下面有Equalizer 這次原生是有Extrabase的調音 雖然它用到和1000X III一樣的6mm單元 但是在這裡原生是用了Custom One Clear Bass開了四度 還有更加有V形的呈現 是在重低音和人聲 可能是EDM或者是電子音樂的高頻 更加強調了 在我的實際體驗上 這個調音這次的低頻 整體的包圍感是大了 更加氣氛濃厚了 而且低頻明顯更澎湃 深淺度和整體包圍著低頻 是很大量的 還有彈性 很有質感的低頻 而它的高音也有對於人聲 女聲 或者是一些背景音樂上 它的提高是有助 令到這些人聲和細節位出現 而最後跟大家看看這次的通話效果 在我身後電視播放了一些街市區聲模 我直接把兩邊耳機放在耳朵上說話 現在的聲量和清晰度 稍後都會在電視播放 給大家聽聽 看看現在的市區聲音 我直接放在耳朵討論 效果是怎樣的 總結 這次SP800N的音質 它的層次感和分析力 是比較接近1000XM3 但它Extra Bass的調音 令到它的氣氛和低音的包圍感更突出 同時EDM或者人聲電子音樂的清晰度 也是足夠的 這次也支援ANC主動降噪效果 雖然這次並沒有PPQN1E的晶片 它的ANC主動降噪效果並沒有1000XM3那麼激進 始終那款也是市面上找到 ANC最好的一款耳機之一 但它仍然是有效降低可能是冷氣 或者是持續的市區風聲或者低頻 對於人聲的ANC或者一些高頻率 它的作用不是太大 但它在佩戴感上比起我早前測試過的 Sony真無線耳機更加舒服和穩固 也有完善的耳機連接 以及所有的adaptive sound control 或是ambient sound的環境聲控制 甚至乎這次加了IP55的防塵防水 這支SP800N可以說是Sony針對防水防塵 以及全功能表現上更加完善的真無線耳機 分享到這裡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即將有更多的真無線藍牙耳機測試 以及其他電影產品包括手機發佈資訊和深入評測 下次再見